一切的錢都是從黨部直接 他不會給洪一筆錢 更何況 九月的時候記不記得 蔡英文公布了他的什麼競選的募款 募款的到目前為止多少錢 對不對 洪秀柱不是也公布了他的錢嗎 所以到九月的時候 洪秀柱有五千多 將近六千萬 你說我如果我現在有五六千萬 但是我去跟人家借三千萬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就不太合我們一般人 對於使用錢的這個方式 顯然他沒有要借 對 顯然他沒有要借 對 所以我才覺得說 當中疑點重重 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朱立倫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坦坦蕩蕩 因為洪秀柱其實他之前在臉書 不是有一陣子每天寫日記 其中有一天的日記是說 他有跟團隊的成員講 我清清白白 你莫名其妙 一個候選人跑去跟團隊說 我跟你說我真的超清白的 為什麼 是因為一定有一些奇怪的黑暗的事情 在運作 可能會有些傳言 所以我必須要堅強我支持者的 我團隊的信心 告訴各位 我是清白的 那可見一定有人跟他有接觸 否則他為什麼要特別 對 否則他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他是清白 像打預防針一樣 對啊 而且最近有一個動作 報紙上爆料說洪秀柱的臉書 在一個關鍵時刻的一段時間的 這個臉書 他把他撤下來了 那這到底又透露了一個 什麼樣的動作 斯剛 你說 剛才你說不完全是 你的意思是說 黨部核銷經費 有一部分是直接用經費撥 有一些錢 確實是黨部可以支 但有些人確實是 紅伴自己要負責 比如說自己害了的人 這些人是經費 對啊 那這些人總不能老叫黨部出錢吧 可是某位發言人說 他的薪水是黨部副 有的是黨部副 有的是他自己害了的人 所以我覺得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有點 都有一點總統大選的經驗 都知道這個錢的這個非常要需要 錢的非常大量在手上 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那再上黨部過去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都有在撥給候選人的一些情況 那只是看每個階段 都有每個階段的錢的需要 確實說有時候錢是黨部付 有時候確實是這個候選人付 但是大家都可以知道 在黨部裡面熟的人 大家知道紅袖珠選到後來 確實在經費上面 是有點捉襟見肘 那竟然借為什麼會到現金專戶 借款怎麼會到現金專戶 捐給他是捐到這政治專戶 因為他理不出來 你如果捐給個人的話 那還得了啊 如果捐給是個人 切給張某某 李某某的話 拜託自己拿到自己口袋裡 誰知道 而且我們的政議現金法裡面 也明定政黨是可以捐給他的候選人的 所以說國民黨去捐給政治專戶裡面 OK是完全是合法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要錢不是借錢 而且過去也是有這樣的情況 過去也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錢的事情 坦白講就失職好凡 那有些事情像民調 洪秀柱自己辦公室也有做民調 也不完全是黨部做的 所以為什麼講句這樣有點像是這個家丑 有的時候黨部丟個民調說 這個誰民調如何如何 洪秀柱沒有 他有拿出民調說 經過什麼大數據民調如何如何 這些都是要錢做的 你剛剛講說只要有一點選舉總統的經驗的人 就知道在這個辦公室裡面要花大筆的錢 所以其實現金相當重要的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這也是葉舟刊整理了特徵組的 這個六點的疑問裡面的其中一個 我們先跳過來看這個 因為你提到這一個 如果真的是借款洪為什麼不收 如果他真的是需要錢 他還要選下去 他為什麼不收 就收啊 好 如果說這是要把它戳掉 因為把它換下來 所以他才不肯收嘛 你知道這個是有一個前因後果的東西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六看完 特徵組認為國民黨既然要換柱 又期待洪將來拿什麼錢還這筆借款呢 這不是很奇怪嗎 選舉補助款是補助政黨 又不是個人 竟然連黨主席都親自要洪秀柱退了 黨主席就是他 朱立倫 開三千萬的巨額支票 也必須由他同意 他不可能不知情 很簡單 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其實洪秀柱大概心裡面知道說 可能會發生換柱這個事情 如果在這個時候 洪秀柱萬一真的去收到這個錢 請問今天各個媒體 各個政論節目會怎麼講 所以洪秀柱在這個時期間的政治判斷 洪也在懷疑這是抽原子他的錢 當然不是 洪你講了他五億都不要了 三千萬怎麼會收 所以他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洪秀柱的政治判斷是對的 所以沒收嘛 所以他沒有收啊 所以你說他旁邊的建位的政治判斷 是有問題的 施剛說得非常好 施剛說得非常好 我覺得那個朱立倫是對的 我覺得那個朱立倫是這樣 因為這個實際上撥款的事情 除了人不可能自己去開支票嘛 那一定就是公文簽來 這九月初的流程 三千萬 九月初的流程 各位 這九月初的流程 當然是黨主席 黨主席簽了之後 你要跑這些流程 要開支票的事情 九月二十五號 沒有 還要之前一點 一定又會有 一定會有人去 等我一下 把這個流程講完 我們如果我們陷入到這種行政細節的討論 這件事情就失去了意義了 我會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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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家公司有待過大公司 大企業就知道 大概就撥款 然後董事長簽撥款 到實際出帳的時間 大概是一週 一週到兩個禮拜時間 OK 那所以說朱立倫來說 他最多 好 如果就如今天週刊講 如果這週刊講是對的 三千萬以上是這個黨主席簽字的話 黨主席簽字完 我會一天到晚就問 新管會 這個財務部 你這支票發了沒 這誰又跟我要錢 你發了沒 當然沒有會幹這種事 如果是出原子倉 就會問 就會問說 收好阿伯 收好阿伯 當然不可能 但是我簽了之後 這件事情所提出來的這個疑點在於 不只是你剛剛講的說 哎呀 這個行政流程多麼的細節 而是在於你剛剛所講的 如果連洪秀柱都知道 他要被換掉 認為敏感世界不適應拿 那麼他對面的這一位主席 是不是更奇怪呢 他明明就已經確定了 要把他換下來 還給這筆錢 那他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大家記得時間序 我講說時間序九月 如果是九月初到九月中的時間 換柱的還不一定成功 換柱不一定會成功 如果真正成功的話 是十月初才有成功的跡象 9月30號 但李四川是10月5號 是10月5號拿 成功了以後就不用錯了 在還沒有開大會確認之前 政治上的變化 誰都沒辦法掌握 但是你要看看 我不能說 我就確定說我一定戳了兩座 這時候就把那些錢拿出去 但是我可以看一件事情 9月24號的時候 彰化鄭魯芬重批國民黨戰袍 對 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告訴你了 洪秀柱會下來 你忘記嗎 你忘記嗎 洪秀柱特別到彰化去嘛 他就鄭魯芬就不肯出來啊 然後就算即便主持人用電話 連線希望他講個話吧 對 他說請大家支持國民黨的好朋友嘛 好朋友連洪秀柱三個字都沒講出來 我告訴各位 他會出來 已經擺了幾名了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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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件事情 我先講完 我復刻一下時期所說的話 桌金箭走的意思是說 已經米紅裡面沒有米了 你不要忘記洪秀柱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寫 9月23號以後有劇名捐給我的總共1180萬 全還你 包括本來要給我買那個馬克杯的全送你 什麼意思啊 也就是他的米裡面還有米 而且超過1180萬以上的米 然後這些還是劇名的 還不包括匿名的 也不包括9月23號以前劇名跟匿名 我還沒有花的 我的米還不至於斷吹斷 對 瑞德哥這樣簡單講就是說 瑞德哥有一天你拿了3000萬給我 但是我沒有跟你借 沒錯 那這錢是什麼 就是你要給我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對啊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我之前跟你談這個有關於 這個錢到底要怎麼支援我 你都沒有動作 突然間 突然間我們說那個時間點 今天是最起人疑度的地方 不合邏輯的地方是時間點嘛 如果今天9月 好啦 隨便你9月幾號啦 你把這張支票給了洪秀柱他們的陣營 我其實覺得沒有那麼大的疑慮 你在10月5號 而且10月3號的那一天 都已經 朱立仁要去見洪秀柱 強力跟你講說建議你自己下台的時候 李世川不知道嗎 李世川不知道嗎 李世川怎麼可能不知道嘛 李世川他是國民黨的秘書長 他當然會堅守主席的意志嘛 對不對 貫徹主席的意志嘛 所以他還在隔兩天後的10月5號 叫葉匡師來拿錢 那葉匡師不知道自己 這個資源的這個洪秀柱即將被換下來嗎 他也知道他還去拿錢 所以呢 剛剛講的對 洪秀柱至少在這個時候他做了一個正確的判斷 他沒有拿錢 對 我欺負了 我就不跟你借 你為什麼即時準備換掉要給我 對 而且我跟你借 你還說要借我的原因是因為 我要選總統 到時候銅錢給我 你就把我換掉就沒有這個前提 沒有這個前提 怎麼會這個錢要借給你呢 事件沒有這種事 好 延續瑞德哥所講的 其實看起來 如果要把這個時間點硬要推向說 九月初的這個單子啊 朱立倫怎麼會記得呢 九月三十號啊 就是在換住之前啊 那麼政治變化這麼大啊 誰也料不到能不能換住 這種說法 完全沒有辦法說服特徵組 所以特徵組所提出來的問題5 就在這裡 依照政治獻金法的規定 政治獻金是無償捐獻 只進不出 選到一半不選了 就繳納國庫了 所以依照常理借款 不可能以政治現金專戶處理 否則洪秀柱如果退選 這筆錢如同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 換句話講 九月 在這個九月初 即使你剛講的好 比較早核定啊 十月五號拿去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 就連馬英九總統都說 這件換住的事情 十月三號就已經敲定了 所以特徵組仍然認為 十月五號才是一個關鍵點 國民黨怎麼會傻到用借款的方式 去肉包子打狗 對 四方這個有點難緣對不對 國民黨傻 做傻事不只一件 身無欣 本來就有錢啦 國民黨做傻事不只一件啦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其實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話是誰來把它傳出來的 或是這個意測支持 基本上你國民黨是可以用政黨的名義 去捐給候選人的特定專戶裡面去 當然 這可以啊 所以國民黨這樣做事並沒有錯 我在重申講 如果今天國民黨這個title 開的不是政治專戶的話 我請問你現在風暴會有多大 好 來 會有數倍於是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再討論 就是說 一周看也講說 有可能給的不一定是這個 當然有可能是 這樣子 我們在這個業界有開過支票 都知道 那個瑞德哥 今天如果我們今天是要 要賄賂 或者要給一個人 或者是要把面子做足 有可能開一張空白支票 只有把金額填上去 抬頭跟日期 我都不填 我就交給你 對 尤其是在今天選舉的狀況下 那個四剛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因為我沒有辦法判斷 你洪秀柱拿了這筆錢以後 是要去還給你的這個欠的人情呢 是要還給你的金主呢 是要去打銷你的這個工作費用呢 還是要留著自己用 以上皆有可能選過舉的 我們都知道 被戳過原子湯的人 都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有沒有一種可能性是 我給的你就是一張 只有金額的空白支票 日期跟這個抬頭都沒有填 看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好 這第一件事情 然後因為洪秀柱沒有拿 這個支票又退還了黨中央 所以黨中央拿回來以後 他要蓋什麼抬頭 要蓋什麼日期都可以 這是一周刊的質疑 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質疑非常可笑 OK 非常可笑 第一個 如果這個循環會的正常程序出去的話 對不起 每個地方都要核實 包括人金額誰出誰進 怎麼銀行 怎麼分行 你不是說國民黨做的傻事很多嗎 國民黨這件事情上面沒做傻事 可是司剛 第二件 如果我問一件事情 國民黨的內帳 除了國民黨少數兩三個人知道以外 誰會去查如果會去查的話就不會發生國發院的事情不是嗎 國民黨內帳對不起我不清楚 因為我第一個我沒有做過這種這個 那你怎麼知道一定經過一步一步的查 OK 但是這個流程因為我們以前做過這方面的行政工作 因為進國民黨會申請過一些經費 大概知道這流程是怎麼跑的 那是因為你是 因為我來之前 你不是SuperA咖 所以你的市場已經接過的不是嗎 我來之前那也問了一下 就是這個有關競選經費 很多候選人 你怎麼樣去做這個申請的流程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這樣流程的話 清清楚楚 就絕對是沒有太多問題 各項的該填的支票 該填的一些要項裡面 全部都會填得很好的 如果說今天任何一個政黨 或任何一個政治團體 要用莫名其妙的錢 去搓一件事情的話 絕對是提個紙帶去的 不會是這樣做的 好 一週刊在這裡提的六大疑點的 最後一個其實在談的就是這個 三千萬的支票抬頭 寫的是紅袖柱政治現金賺戶 但是仍然有可能是特徵組 啟動調查之後臨時所填的 外界還整依葉匡時 利用臉書空中串震 而且恐怕不只一張支票 要求特徵組應該立刻搜查 保全支票的存根 以及錄音帶等證據 對 石岡老師 剛才你講那個情況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今天如果跟紅袖柱 紅袖柱已經喬好了 大家講好了 就有可能是拿著一麻布袋 來賓也爆料過說以前去搓 王建軒的原子湯的時候 就是八千萬的現金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有可能 但是因為還沒有完全知道 紅袖柱的意願的時候 那就不會這樣發生了 那就沒辦法了 對不對 就不可能拿現金 很簡單 如果說紅袖柱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不必開林全會 紅袖柱可能就10月初的時候 就宣布自行退選 可能身體不好或怎樣 我就自行退選了 國民黨 紅袖柱退選了 我們趕快就趕快再用臨時徵召的方式 再徵召下一個人出來選 OK 如果真的這方法是奏效 有效而且講好的話 紅袖柱絕對自行退選 當然不可能喬這個事 紅袖柱並不是一個 在這事情能喬的人 沒有喬好跟沒有喬是兩碼之事 也就是說搓原子湯 不是計稅才叫搓原子湯 他只要有這個意願 未稅也是搓原子湯 但是我認為紅袖柱 不是這樣一個品格的人 OK 我對他的個性是 但是我們現在懷疑的是 黨中央具不具備這樣的品格 我認為不可能 真的嗎 真的不可能 如果說真的要去做這些事情 而且會成功的話 紅袖柱可能在八月底 說不定就會自行退選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未稅 我認為就是沒有這個念頭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呈現出來的 國民黨是的確駐下 而且取代他的是豬 而且並且有一筆錢 而且這筆錢還必須由豬來合可 那就是你就是有 你這只是看了結果之後 再去找答案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去問 那個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所以才會讓人懷疑說 是不是豬 在當中親社保 現在已經就是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就是說檢調單位或是特徵組 我相信他很快把他解得清楚 問得清楚 我也希望這事情 趕快清清白白 如果中間有任何人設計不法的話 我認為他自己要自我了動 清華 我覺得這裡面其實最最不合理的地方 因為今天如果紅袖柱收了這筆錢 其實坦白說 就是他的爭議反而沒這麼大 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因為紅袖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紅袖柱 我是說如果他是正常的選舉開銷 而且他是正常去借錢 不是很想借錢 我確實由廠商要要求我要支付的款項 我去跟黨中央借錢來付給他 我說如果他是這樣的一個正常流程 那當然他爭議沒這麼大 不收才奇怪 對不對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第一你看起來 因為紅袖柱不收 看起來他沒有這個開銷的需求 所以他不收這筆錢 第二個因為他不收 所以那就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紅袖柱擔心 就是說他收了這筆錢之後會被人家講閒話 會講什麼閒話 當然就是怕被人家說 他是被戳掉的嘛 那也就是說因為他有這個顧慮 因為我們今天都不是在懷疑說 紅袖柱會去收這筆錢 然後就被戳掉 所以現況你說對了 連當事人紅袖柱都認為 或者懷疑都害怕 就是抽原子湯的錢 因為他如果不是有這個顧慮 他為什麼要去收這筆錢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因為他沒有收這筆錢 所以他突顯 而且他在自己臉書上 又發表這樣的言論 所以這更突顯出來 就是說他覺得這筆錢 好像是要把它戳掉 不然他就不需要特別去留 這樣的一段話 所以我才說 因為他不是正常的開銷 而且呢 看起來紅袖柱自己也認為 那筆錢是有疑慮 這也是為什麼說 這件事情在常識上 在邏輯上都沒有辦法說服 絕大多數人的原因 這件事情我覺得 最笨的就是時間點 如果是真的是 怎麼樣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最笨的 就是那個時間點的問題 其他的前前後後 我認為都不會有任何問題存在 那為什麼說 這個時間交給他 第一個我覺得就是行政流程 第二個 我不知道有時候 有的時候是不是 有的時候趁這個時候 大概也是讓紅袖柱 這邊也知道說黨 還是對你有溫暖的 你之前答應我說 答應我要的錢 要的人手 我還是會還是會給你 我並不是像一般媒體所講的 是剛剛我們都誤會了 我覺得另外一點 我覺得也是 原來這是人間的溫情 生一點溫情 生一點溫暖 不要讓紅袖柱 這個團隊覺得說 三千萬是代表國民黨的溫暖 因為其實之前 我們也很需要溫暖 國民黨有時候做一些 做一些算是 這個要怎麼形容呢 算是一些老好人 爛好人的事情 換你回去轉達 我們這排大家都超越 也是蠻多的事情 因為紅柱柱陣營 我在補一句話 紅柱柱陣營 大家如果還能印象 我現在不是酸他們了 因為已經試過了 他是常在媒體裡面講說 黨中央不給錢 不給人啊 都沒有溫暖 得不到黨的資源啊 那我覺得黨部這些動作 基本上就要紅伴覺得說 我雖然說有其他的想法了 但是在這個期段 這是十月五號的時候 你還是總統候選人 我還是按照正常的規矩 要給你 向市場援助 文雄哥你有沒有感受到 暖暖的那種暖意 我都聽得快睡著了 因為這個事情根本就是荒唐 我抱歉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特徵組就是要清理戰場 趕快多找一些人來 對不對 喬正宗怎麼是今天才叫他來 喬正宗應該在 在紅袖宿問完的第一天 就應該請他來了 因為喬正宗是我們認識的老朋友 他掉下去出生 然後跟著他這麼久 大小事情 我們所瞭解的 對不對 都他在處理 那最有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在另外一個場 就聽到我們的謝龍介說 哇 這第一張而已 還會不會還有七張 這是什麼 我現在已經搞不清楚 國民黨現在是要 是要解決問題 還是要制造問題 八張 八張兩一四 對 那很簡單嘛 我說實話 我從另外一個比較 不是虎手 就是說很有可能 我說的是真的也不一定 說不定本來都可以說 好吧 你只要讓我有面子下來 然後我也不要損失 因為我花的錢 也不只這些錢 那你如果真的要拿錢來 可以 我們先講 這個葉匡時 我不認為他是自投羅網 來支持紅袖宿的 他絕對有中央黨部的意思 說臥底的 不敢說臥底的 至少他是基於這種 狂熱的熱血青年 又學中年了 然後中央黨部說好你去幫忙 然後他也儼然以自己是 什麼重要幕僚開會他組織 對 可是不要忘掉了 他跟錢是一點關係的沒有 紅袖柱那邊 一定有自己的財務人員 紅袖柱那邊有喬正宗 還有說四大金剛 對不對 當然紅袖柱內部 在鬥來鬥去的事情 我們偶爾聽過了 好 至少你葉匡時 才進去多久 你也沒管錢 怎麼突然是錢是你來送呢 那就中央要有個人說 你代表中央來送 我說你臥底臥這麼久了 現在終於可以 終於現身嘛 而且還要紅袖柱簽名 還要他簽收 你就說對了 我也當過國民黨候選人 我也簽過 你被喬過 不是沒有喬 我們就是當候選人 他這個錢給你 誰帶來的 黨的秘書長帶來的 怎麼可以隨便叫個人送來呢 當我是菜鳥審議員的時候 還是至少還是市黨部主委說 那個老弟啊 這個錢是中央黨部要拿給你的 工作費用是這樣給的 我們一簽都不敢簽 就是說不是 簽 報主委 哎呀 這個不是我的錢 我趕快簽給你 簽了就給你 不是 我怎麼敢收那個錢 數字很少 文雄哥那個歐 重慶歐副校長也講過 他說國民黨給錢是 其實有個SOB 他會在一個某種場合之內 他會把那個面子做給老大 然後在後面拿一個錢給你 不會說隨便找一個人 就把你拿過去 你吵葉光石 葉光石 我都不要講他 因為他當交通部部長 也當了一塌糊塗 市長什麼 對不對 連那個那個 我們的桃園機場 那個糞尿還搞不起來 一個人 我想這個是我們會持續努力的 就像我們對於今天講到的 環境生態永續台灣 我們有提出很多的一些政策 跟看法 我們也希望民進黨 或是蔡主席跟我們大家 一起來討論 我們到底的民眾什麼樣的一個選擇 台灣要走什麼樣的方向 問世紀錄里 irk宇君 問世紀錄里 遇見 境綺樹 海瓶 那麼 澡 大家